2003 重型化运动 中国真牛 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电源标语 2005年8月 杨荣接受媒体岳阳采访时说 我真没有想到 把项目放在宁波会惹出这么多事 要是放在大连 可能什么事都没有 2003 重型化运动 中国真牛 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电源标语 2003年 2003年3月5日 朱隆基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做完政府工作报告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 宣布从此退出政坛 接替他的是10年61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 自1991年临危受命 赴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 到1998年正式接任总理 朱隆基用专业和强势的方式 全面改造了中国经济 在他的任内 宏观经济一直安全地行走在三八线内 其通货膨胀不超过3%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始终高于8% 正是这种持续的高速成长 让中国在动荡的世纪交替年代 保持了风景这边独好的繁荣景象 他通过分造吃饭 彻底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格局 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的能力 他在国有企业的改造上 更是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效 在抓大放小和国退民进战略的坚决推行中 一向违米的国有资本集团 获得了紧乎脱胎换骨般的改观 1998年 当他宣布将在任内完成对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造任务时 国内外舆论一片质疑 而最终的事实却证明 他用自己的方式兑现了承诺 就在出任总理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他曾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吴小丽的提问时 有过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 我都将一网无前 义无反顾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慷慨之言 感动全国 人们均以为总理是针对改革推进之艰难而言的 如今私之 却恍然有新的感悟 其实 彼时的决策人也对改革的前途充满了巨大的莫测感 在30年的企业变革史上 朱镕基是继邓小平之后 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 如果说邓小平已开放的胸襟 决定了中国变革的方向 那么朱镕基则完成了路径的选择 在今后十年乃至更长的时期 中国企业一直行走在他设定好的变革逻辑中 就在他做完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二天 南方周末以整整24版的篇幅 出版了朱镕基专辑 向人们描述了一个尽职 强势充满忧患意识 有时还略显卑情无奈的中国总理 朱镕基在任内巡视各地时 一向秉持不提词 不剪彩 不受理的三部原则实在推脱不过 就只写朱镕基三字而已 他仅有的几次破戒 均可见其内心的忧虑 1998年10月7日 出任总理不久的朱镕基去中央电视台视察 在当时国内批评之声 最尖锐和最具影响力的焦点访谈栏目组 他提自舆论监督 群众喉舌 政府敬见 改革兼兵 并称我也接受你们的监督 他说 这四句话不是临时想出来的 是昨天想了一个晚上的 以至于血压都升高了 2001年4月16日 朱镕基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 为该校提写校训 不做假账 同年10月29日 视察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在提字 诚信为本 操守为重 遵循准则 不做假账 他要求学院去做一个调查 我最关心的是这些学员做不做假账 你可以对学员做一个不记名的调查 发一个卷子 让他打勾 一个是严重做假账的 一个是稍微做点假账的 一个是不做假账的 你做一个调查看看 得出一个百分比 调查要确实不记名 2002年5月 朱镕基在杭州参观新修复的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故居 一路行走 一路感慨 出乎地方官员意外 他主动要求提字曰 胡雪岩故居 见雕梁专客 重漏谍杖 即江南园林之庙 近吴越文化之桥 富裂王侯 才清半壁 古云富不过三代 以红顶商人之老谋深算 竟不过十载 交涉隐你 忘乎所以 有以致之 可不介乎 就在朱镕基卸任之际 中国社会和宏观经济 突然遭到一场十分意外的严峻考验 抗击飞点 3月6日 也就是朱镕基做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二天 北京市接报第一例飞点病例 一个叫SARS的幽灵侵入中国 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 可能导致促染死亡的严重急性肺炎 更可怕的是 他的病原尚未确定 所以被称为非典型肺炎 他飞速蔓延 从广东到香港再到北京 上海 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的病例出现 到4月28日 仅北京市就确诊病例1199人 疑似病例1275人 死亡59人 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 因防治不利被免职 一时间 抗击飞点成为举国上下的头等大使 因为这种病毒的传染性非常强 所以一旦发现一个疑似病例 当即就要进行大面积的整体隔离 2003年的上半年 全中国正常的生活和商业活动被全部打乱 每一家企业都在惊恐中度过一个又一个难熬的日子 与非典的作战 一直到6月24日才总算告一段落 这一天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警告 在王府警百货大楼门前 一位收获员高兴地贴出一张庆祝标语 上面只有四个字 中国真牛 真正牛的事情还正在发生中 让世界非常吃惊的是 尽管遭遇如此猝不及防的灾难 2003年度的中国经济增长 竟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从数据上看 前两个季度的经济受疫情冲击 增长速度下滑到6.7% 而到第三季度很快就实现了强劲的反弹 到年底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9.1% 不仅高于前一年 甚至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 旅游、航空、餐饮及文化娱乐等服务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药品、食品、纺织、电信等产业则得到了意外的商机 这年 国内生产总值卖上了11万亿元的台阶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1000美元 财政收入突破2万亿元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 沃尔夫对中国的这种强大后绩 表达了颇为吃惊的敬意 他在年终的专栏中 引用了拿破仑那句200年前的名言 中国是一只沉睡的雄狮 一旦他醒来 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 紧接着他写道 不久前 世界还是轻轻松松 不在意拿破仑的上述警告 但现在中国正在震撼世界 沃尔夫惊讶的是 中国经济不可遏制的成长态势 到底是靠什么支撑的 答案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制造的外贸强劲拉动 二是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内需市场的旺盛 中国的外向型企业继续扮演成长的主力角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发现 全国的进出口总额 占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比重 已经超过50% 这说明外需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根据美国科尔尼企业咨询公司的统计 中国制造正在世界大型其道 从LG到30 从通用电器到东芝 从西门子到伊莱克斯 从菲利普到惠尔普 从诺基亚到摩托罗拉 从戴尔到IBM 从迪士尼到Mottel 美泰 从耐克到Gap 各扑 当今世界 几乎所有的名牌都有在中国生产的产品 科尔尼的数据显示 中国制造已在集装箱 家电 电子玩具等领域的上百个产品市场 以第一的份额傲视全球 其中 集装箱为90% DVD播放机为80% 玩具为75% 比品为70% 体育用品为65% 自行车为60% 微波炉为50% 彩电和冰箱都为30% 他因而断定说 中国制造将迅速取代日美制造 欧洲制造而成为新世纪制造业的代名词 在外贸无比热闹的同时 国内市场的房地产热浪 则成为拉动内需的第一动力 自1998年房产政策解冻之后 市场回暖建成必然之势 首先升温的是 私人资本最为雄厚的浙江集珠三角地区 进而蔓延到上海 房产成为投资的新热点 这年一个很古怪的名词突然爆热媒体 温州炒房团 从年初开始 沿海一些城市的新开发楼盘里 出现了一群又一群的温州人 他们举着温州购房团的小木牌 像买菜一样的买进众议的房子 9月22日 上海的东方早报刊文 温州千亿名字 全国炒楼30亿资金流入上海 记者称 1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炒楼 动用民间资金约1000亿元 温州约有8万多人在全国购置房产 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楼 保守估计 炒楼群体在7万人以上 以企业白领 政府官员家属及公司负责人为主 温州全民在炒房 按照回报率15%计算 1000亿元投资可净产出150亿元 这比任何一个产业都要赚钱 可谓温州第一产业 据称 炒房团还把全国房产市场分成四级 一级市场是北京 上海 深圳 杭州等 房价5500元每平方米以上 二级市场为东部沿海地区 如大连 烟台 南京 苏州 福州等 房价4000到5500元每平方米 三级市场为东西部结合地带的省城 或西部经济发达城市 如呼河浩特 武汉 长沙 河肥 南昌 乌鲁木齐等 房价2500到4000元每平方米 四级市场为位置比较特殊的省会周边城市 如广西桂林 安徽黄山等一些地级城市 房价1000到2500元每平方米 在温州的炒房大军中除了握有油资的小商人外 也不乏成名人物 因胆大包天而闻名的王军瑶是第一个转战地产的企业家 2002年年初 他出售3.5亿元 买进上海商业繁华地段徐家会一代的一桩总面积 为8万平方米的烂尾楼 稍市装修后在2003年转手出售 竟进账10.5亿元 地产暴力让人扎舌 上海烂尾楼形成于1997年前后 20世纪90年代初浦东开发启动后 引发了一轮房产投资热 然而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 沪商房市迅速低迷 形成了一批建而未成的烂尾楼 到2003年上海上有烂尾楼130多处 项目总规模近500万平方米 他们大多成为先决的浙江商人 及香港商人的囊中之物 炒房团现象被曝光后 国内舆论褒贬不一 观众人对商业变换的敏感与快速反应 实在令人赞叹 同时也有人炮轰炒房团 是各地房价日涨的罪魁祸首 炒房团 对炒房团的踏伐 事实上预示着中国房地产的暴涨时代 已经来临 跟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及中国香港 和台湾一样 在经济高速成长的通道里 最具景气特质的地产业 必定会成为成长最快也最暴力的集中之地 房地产将成为孕育中国新生代富豪 最肥沃的土壤 也是30年里最为放纵 和充满罪恶感的行业 在2003年的福布斯中国内地百名富豪榜上 人们十分惊愕地看到 以房地产为业务 或涉及房地产的富豪多达40人 前十大富豪中 房地产商或涉及房地产的占了6人 相比较 当年度福布斯全球百名富豪榜中 以房地产为资产来源 或涉及房地产的为7人 前十位中无一人靠房地产起家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中卫 如此分析地产业当时的状况 在供地方面 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了供地政策 政府通过出让国有土地收取土地出让金 在争地方面 各级政府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 低价甚至强行争地 左手通过权力低价争地 右手仍然是通过权力 在以市场化的方法出让土地 其实这就是卖你的地 挣我的钱 挣得越狠 挣得越多 粗略估计 在2002到2004年的三年中 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多亿元 政地 卖地已成为地方政府最为重要的财政支柱 他们也成为房价逐高的最主要的推手 被征土地的收益分配 以此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地方政府 村籍组织和农民 中国制造与地产热 直接营造出一个内外巨望 无比繁荣的经济景象 与此半生出现的 便是对上游能源的空前饥渴 2003年以来 各种原材料及能源因紧趋而价格一路飞涨 最突出的表现是电荒 这年夏季之后 全国各省市爆发缺电危机 上海 广东 江苏 浙江等用电大盛 甚至包括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省 均不断出现拉闸限电的尴尬 据国家电监会提供的数字 这年全国电力需求增长14% 为25年来用电增幅最快的一年 由于钢铁 化肥 水泥等重点耗煤行业持续发展 致使煤炭消耗量快速增长 带动全国用电负荷和用电量攀升 电荒出现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经济的快速成长 二是煤电两大垄断行业的多年扯皮 一直以来 煤电实行的是计划调拨式的供应方式 每年年初 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煤炭 铁路和电力部门专门举行一个煤炭订货会 签订一年的电煤购销合同 然后按计划实施 在这种政策安排下 有电老虎之称的电力部门一直高高在上 向来是效益最好的垄断企业之一 而煤炭企业则颇感不平 因为每年的计划购销价都低于市场价 于是 发生在计划体制年代的那些故事一再上演 煤炭企业与电力部门年年吵架 同时 把大量煤炭出售给计划外的民营企业 而电力部门为了保证自己的效益 宁可少要煤 也不肯提价 这种扯皮直接导致电力建设投资站 全国基建投资比例逐步下滑 由85时期 1991到1995年的12.09%降到95时期 1996到2000年的10.4%到2002年仅为7.17% 已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 在2003年年初的全国煤炭订货会上 国家有关部门为了保护煤炭公司利益 宣布取消电煤指导价 希望通过市场化的手段 评议两大部门之间的利益不平衡 不料此举引起电力部门的强烈反弹 各省电力公司串联抵制 拒绝购煤 订货会上居然无法确定本年度的电煤价格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 电荒出现了 限电通知 为了应对危机 各地纷纷频出起招 除了错峰 避风 拉闸限电等计划用电方案外 各省市军队高耗能产业限制用电或部分停电 广东省政府决定 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将高价进口煤炭 缓解供需紧张压力 四川省规定 从12月至次年4月 实施煤电价格联动机制 及电煤 煤煤煤每吨涨5元 五煤煤每吨上付10元 电价每千瓦时涨2.9离 中小企业众多的浙江 江苏省被迫对企业实行开二停一 开五停二 甚至开三停四的用电计划 这是1978年之后从未出现过的局面 很多工厂较苦不跌 一些县市的商场 到了晚上只能点起蜡烛接待顾客 电荒甚至已影响到民生 8月素有不夜城美誉的上海外滩 关闭了大部分景观灯光 为了节约用电 市政府号召市民将空调温度调高一度 从11月开始 湖南全省开始拉闸限电 省会长沙 过去几乎无人问津的蜡烛和应急灯出现脱销 12月 华中电网供应给浙江的电量 从原先的每天70万千瓦降低到15万千瓦 杭州被迫于12月1日拉电 38条线路断电 央及几十万城区居民 同一日 广东省宣布 被运用电量超过300千瓦的居民增收费用 受电荒带动 原本就已供应紧张的各种原材料 更是城市上涨 水泥 钢铁价格到了1月3价的地步 在长江三角洲一带 甚至流传着一种新五个一的说法 生产一吨钢只需投资1000万元 100万吨的产量只需一年建成 一年就可收回投资 这种疯狂的投入产出效率 听起来近乎传奇 利益驱动投资便是在种种主客观因素的推动下 2003年的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 发生了一个十分重大的转型 从轻型化向重型化的跃迁 北京大学教授 以竭力推动股份制改革 而有利股份之称的利以宁教授 是最早观察到这一现象的经济学家之一 他在年初撰文认为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在经历了轻工业的高速发展之后 中国的二次重工划出路端倪 这里面既有由轻到重的客观规律起作用 又体现了产业发展本身对设备更新 改造的巨大需求 因此 从政府到企业 都应该在战略布局和技术创新等方面顺应这一趋势 魏力教授的观察提供支持的最好佐证 是大量聚集在上游 资源型领域里的国有垄断企业的全面复苏 在能源紧缺的大背景下 几家欢喜几家愁 愁的是下游的众多民营制造工厂 欢喜的自然是上游的垄断企业 这年 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利润大涨 2002年 国有企业实现利润3786亿元 这在几年前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成绩单 要知道 在1998年 国企盈利仅为213亿元 四年增长18倍 增速实在害人 而且 这样的景象才刚刚开头 到2003年 利润数据进而冲到了4769亿元 在未来的几年里 国企利润仍将每年以超过30%的惊人速度递增 有人做了一个统计 在2003年 仅中石油 中石化 中海油 宝钢集团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这七家公司实现的利润 就占到了全部中央企业利润的70% 其中六家是国家垄断的石油石化和电信行业 仅三家石油企业通过涨价 就凭空得到了300多亿元的利润 效益大涨 活力复苏 为国有企业的整合 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氛围 3月 国务院做出重大决策 宣布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集合了原中央企业工委 财政部 国家经贸委 国家纪委等部委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职能 接受管理总量17.84万亿元的国有资产 15.9万家国有及国有工商控股企业 其中 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直属企业为196家 视为中央军 且绝大多数为国退民进后的垄断型企业 国资委主任李荣荣宣称 国资委的目标是到2010年 将中央军调整和重组到80到100家 其中30到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 国资委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 兼有多种行政及市场管理职能的机构 之前还从未有一个部门被赋予过如此众多的权力 其中包括任命和撤销或提名国有企业负责人 制定国有企业重组计划 国有资产的分割 合并或撤销 帮助国有企业发债融资 决定国有股的转让 执行国有企业整体的报酬分配指导原则 并负责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国资委成立的第二个月 就实施了第一次央企重组 中国药材集团被成建制的并入中国医药集团 由此组成了中国最大的医药集团 7月10日 国资委召开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家庭会议 在本次会议上 五对中央大企业的合并案集体浮出水面 中煤建设集团公司 被并入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 中国科学器材进出口总公司 被并入中国生物技术集团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 被并入中国轻工集团公司 中国药材集团公司 被并入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中国华清实业公司被并入中国工艺美术集团公司 李荣荣与一百多位企业老总 一一签订了业绩考核合同 国资委对这些大企业的管理 显然参照了捷克维尔齐的第一第二战略 李荣荣说 国家给三年时间 必须成为各行业的前三名 自己找对象 达不到的就要调整 不是你调就是我调 国资委的强势出现 表明中央政府对国有资产的新型管理制度终于成行 自1978年以来的机制放活 体制创新两大改革主题宣告完成 一个不太为人关注的相关新闻是 就在国资委成立的三月份 在中国企业改革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国务院提改办被撤销 其人员并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资委的成立及相关政策的出台 表明在决策人士心目中 已经形成了一个理想中的企业格局 靠倾小吉家起家的民营企业 在产业下游的完全竞争领域 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而大型国有企业 则全盘控制上游的若干垄断型行业 如此处合汉界 经未分明 然而现实的世界却不可能这样计划 就在第二次重工业化成为共识的同时 在经济学界引发了一场争论 争论的焦点在于 重型化的路径到底该如何选择 以立以宁为代表的一派观点认为 在经济结构向重型化转化的过程中 政府应发挥调整主体的作用 因为其财政收入 征集考核决定了政府必然要搞产值大 税收高的重型工业 同时政府也有能力发展重型工业 因为它拥有土地和贷款权这两个最大资源 以吴敬连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 产业结构调整应该发挥市场的力量 允许民营资本进入 现在政府在那里纷纷投资 纷纷参与是不对的 与学界的争论相互应的是 2003年的中国民营企业 出现了一场如火如荼的重型化运动 在长江南岸的长堤上 用带着浓重苏南口音的普通话 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 铁本要在三年内超过宝钢 五年内追上朴相 他说这话的时候 兴奋的像一个已经把奖杯抢到怀里的大孩子 宝钢 朴相分别是中国和韩国最大的两家钢铁厂 分裂全球第五和第三 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代国方计划 在长江边上建造一个年产840万吨的大钢铁厂 代国方 这是一个从薅草丛里长出来的苦孩子 他出生在江苏省长州市 一个教读南村的小村庄里 12岁那年 因家里实在太贫穷 只好辍学去谋生 第一份工作就是减费铜烂铁 他在商业上似乎有特别的天赋 在稍稍积攒了一点钱后 他就去买了一台压块的机器 将收来的碎铁压成铁块 可以卖出更高的价钱 1996年 代国方注册成立江苏铁本竹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万元 铁本之一 以铁起家不离本业 到2000年前后 铁本的厂区面积扩大到了270亩 拥有一千多名工人 在当年度的新财富中国400富人榜上 他名列第376位 估算身家为2.2亿元 近年来 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钢铁价格普遍持续上涨 铁本厂的门口 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卡车 每天排成长龙 等候提货 这样的景象天天出现 按待国方的估算 中国的这股钢铁热起码 还可以延续5到6年 他决定新建一个更大的钢铁厂 铁本的新建计划 得到了长洲市政府的热情支持 长洲与苏州 无锡并称苏西长 但大型企业却是一条短腿 谁都知道 钢铁是一个大投入 大产出的产业 铁本的梦想 一下子变成了长洲的梦想 在长洲的很多官员看来 戴国方是一个 值得信赖和托付的人 他面容销售 沉默寡言 停声没有任何爱好 只是整天窝在工厂里 和技术人员共同切磋 他是当地出了名的五部老板 不坐高级轿车 不进娱乐场所 不大吃大喝 不赌博 甚至不住高级宾馆 平日生活十分简朴 家中所有积蓄都投到了工厂里 父亲和继母一直在乡下种菜为农 他的一家住在钢铁厂里 一栋简陋的小房子里 房屋的一面墙被大卡车撞了一个口子 他也没有在意 他常年开的车子 是一辆抵债来的桑塔纳2000 即使成了富人榜上的亿万富翁 他也不改节俭本色 起初 带国方的设想并没有后来那样宏大 他提出的规划是 建一个比现有产能大一倍多一点的新厂 然而 在官方人士的热情推动下 铁本项目一改再改 日渐膨胀 在短短的六个月里 项目规模从一开始的200多万吨级 最后被定在840万吨 规模占地从2000亩攀升到9379亩 工程概算为天文数字般的106亿元 在那个时候 铁本的固定资产为12亿元 净资产6.7亿元 以这样的资本规模 要启动一个超百亿元的项目 无疑是小马拉大车 带国方对下属说 地方上这么支持 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机遇 也正式确认了政府支持的信息后 当地银行对铁本大胆放贷 铁本于是 一下子获得了43.99亿元的银行受信 一家民营企业要启动一个投资上百亿元 占地近万亩的钢铁项目 是很难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的 中国经济改革 向来有闯关的传统 即所谓看见绿灯快快行 看见红灯绕开行 很多改革便是在这种闯关中得以成功实施 在日后流传为美谈 也有不少在这个过程中黯然落马 成为违法的典型 这种改革发展与制度设计的落差 成为贯穿中国企业史的一个灰色现象 长州人在铁本项目上 也尝试了闯关手段 铁本的840万吨项目 被拆分成7个子项目和一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 铁本相应 成立了其家徒友其名的中外合资公司 在建设用地的权证审批上 用地被化整为零 切分成14个土地报批申请 项目所在的长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在一天内 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 但国防热后在看守所里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 当时的所有手续都是政府去搞的 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 当政府说可以动了 我们就开工了 跟几乎所有的领域一样 民营钢铁企业一直有成本上的优势 民企炼铁成本比国企要低60到90元每吨 炼钢成本低60到150元每吨 成品低100到300元每吨 因而 带国防说就像家里造房子一样 你去买一套现成的房子 它贵得很 我们自己去买材料建 它就能便宜50%吧 我们搞一个高炉只要3亿多元 而人家要7个亿乃至8个亿 为了形成长远的成本优势 带国防还与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 达成了长期的铁矿式供应协议 比市场价格便宜很多 在2003年 带国防显然不是唯一一个进入钢铁业的民营企业家 当他在长江边做钢铁大梦的时候 上海复兴的郭广昌 也正谋划在浙江宁波建一个钢铁厂 1967年出生的郭广昌 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 是国内民营企业中的少壮派 他于1992年创办复兴 最初的业务 只是为上海的一家房地产公司 做销售和市场推广代理 两年后 复兴推出了自己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在上海房产的高温时代获得爆发性增长 其后 复兴相继进入医药、金融、零售等领域 并在证券市场上翻云覆域 构筑了中国股市上赫赫有名的复兴系 在2002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 国广昌名列第九 更让人瞩目的是 他的头上顶着一大串光环 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工商联常委 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 上海市这商商会会长 复兴进入钢铁业的时间是2001年 该年7月 复兴出世身手 出资3.5亿元 首购唐山建龙30%的股份 两年后 又与老牌的民营钢铁企业 南京钢铁集团联合 组建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复兴系实际控股60% 并同时控股上市公司南钢股份 这一年 南钢股份实现经利润4.89亿元 正是在获利不凡的诱因下 郭广昌下注宁波 投资12亿美元 建一个年产600万吨的钢铁工厂 7月 两度当选中国首富的四川流氏家族的刘永航 在包头宣布 东方希望集团将在这里投资100亿元 建设百万吨级的铝电一体化项目 刘永航说 他未进入重工业已经准备了8年 刘家兄弟在饲料行业称王之后 就对垄断行业表现出浓厚兴趣 老四刘永好通过仓股民生银行 顺利地进入了门阀森严的金融业 老二刘永航则对重工业情有独钟 他的判断很简单 目前中国重工业的主要力量是国企和外资 一般的民营企业因资本门槛进不去 如果东方希望介入重工业 可以发挥经营管理中既有的快 省 好特点 很快建立起低成本 高效率的竞争优势 从1998年起 刘永航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的项目 他对台湾石化大王 台素集团创始人王永庆很是崇拜 甚至冒出过一个有点风魔和可笑的想法 我要去跨国公司 特别是华人的重工业企业里去打工 我不要工资 义务服务三年 全心全意地为他做事 如果我为王永庆当三年助手的话 我一定可以做自己的大产业 听着暗自发笑 而刘永行不觉得自己在开玩笑 他还真的通过一些中介人士 请他们帮助联系过王永庆 到2002年时 刘永航逐渐形成了屡店一体化的想法 他是这样盘算的 因为铝是高耗能的 只有把铝和电力结合起来做 才能争取到更大的产业空间 而中国的电力供应系统是众所周知的低效率 如果自己做电 不但能供应铝生产 还能卖出去 让刘永行兴奋的是 铝电产业链甚至可以和饲料业价介 电不能直接支撑饲料 但是发电产生的大量蒸汽可以二次利用 如果做热电连产 正好可以支撑饲料的原材料 赖氨酸的生产 发电的剩余蒸汽 甚至还可以将生产赖氨酸产生的废水 全部浓缩掉 成为微量元素添加剂 将之注入牛羊饲料里 既达到环保目的 又降低了饲料成本 就这样 刘永行形成了铝电复合 电热连产赖氨酸 饲料生产的庞大产业链 就在包头项目开工前 他已经在山东辽城投资7.5亿元 生产铝丁和铝业深加工 同时还在河南省三门峡 启动了投资总额 为45亿元的 年产105万吨的氧化铝工程 这一系列组合使投资表明 这位饲料大王 成为中国铝业大王的雄心 在包头项目开工后不久 刘永行又利用他在民营企业中的号召力 在北京召集国内知名的13家民营企业开会 提议合组一家投资公司 目的是出国探况 去海外投资氧化铝厂 外向集团的鲁冠球一派出代表北商与会 刘永行用自己的行动证明重工业的前景 他说 我做饲料20多年 如今才不过30多亿元的产值 我的两个旅厂 到2008年 就应该达到115万吨产量 如果按现在1.6万元的价格 就是接近200亿的产值 两相对比 与会者都兴奋地感觉到了何谓重工业 事实上 就在刘永行一脚踏进旅业的时候 国内电节旅产能大幅扩张 对氧化铝的需求水涨船高 在2003年 全国对氧化铝的需求超过1100万吨 国产氧化铝产量只能满足一半需求 半数以上 都是通过中铝集团和中国五矿集团进口 而且 前者还控制了国内100%的氧化铝生产 这样一种供需状况 使得国内氧化铝价格 由上年年中的1300元 每吨快速升至3700元每吨 据刘永行的计算 每吨氧化铝的成本为1000多元 高度垄断使中铝集团的暴力超过了300% 就在很多人祝贺 刘永行冲进了一个好行业的时候 他却担忧起来 因为太赚钱的行业 往往不是我们的行业 果然 东方希望的突进 很快引来垄断者中铝集团的不悦 中铝董事长郭申坤明确表示 一不反对 二不评论 但是我们表示遗憾 刘永行后来对媒体承认 在中铝的示意下 沈阳和贵阳两个旅美设计院 相继停止了对三门侠项目的设计工作 向来思维缜密的刘永行 不可能没有全盘考虑所有的风险和胜算 55岁的他显然深知这次选择的分量 一旦失误的话 几十年的积累就前功尽弃 所以必须一步成功 因此 他从一开始就表现得非常谨慎和低调 东方希望的20多亿元启动资金 没有一分钱是从银行贷款的 包头工程的开工仪式非常简单 除了一位与刘永行私交甚好的南风窗记者外 没有其他媒体被邀请到场 在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浙江省 则出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企造车运动 浙江向来是汽车配件制造的基地 受同乡李舒服获得准生证的新闻刺激 一大群与李舒服类似的企业家 纷纷燃起了制造整车的冲动 这一年 造车新闻层出不穷 浙江中域集团联手东风注册 成立武汉中域汽车有限公司 浙江铁牛实业有限公司 出手重组汽配类上市公司 IST金马 宁波华翔集团通过售让股份 持60%的股份 收购了河北中兴汽车制造公司 制造空调的奥克斯集团 收购沈阳双马汽车95%的股权 并宣布在5年内将赤字80亿 远禁军汽车产业 金华青年集团与贵州航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入主贵州云雀 连靠传呼机和手机起家的宁波波岛集团 也宣布将投资40亿元建设轿车基地 到9月底 发改委先后收到了浙江40余家民营企业 要求取得整车生产目录的申请 据当时浙江省工商联的调查统计 浙江已经进入汽车整车制造业的企业 有28家 范围涉及轿车 皮卡 商务车和客车 其中汽车生产厂5家 占全国的4% 生产改装车的企业14家 占全国的2.7% 浙江民企造车如同感激的现象 引起了中央的关注 10月 国家发改委 国家税务总局等5部委 附浙江多个城市进行汽车产业调研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浙江民企造车并没有过热 没有太严重的问题 在全国范围内 造车的热浪也颇为壮观 在广东 全国最大的小家电制造商美的集团 收扰湖南三乡客车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 全球最大的涅电池制造商比亚迪集团 收购西安勤川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77%的股权 在重庆 生产摩托车的立番集团 先后收购重庆客车厂和重庆特种汽车公司 重组成立重庆立番重客商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另一家摩托车企业重庆龙心 则收购成都山路汽车有限公司 进入客运车市场 在河北保定的长城汽车集团 于这年12月在香港主板正式挂牌 发行1.14亿股H股 募集资金15.16亿港元 成为首家在港上市的民营汽车企业 在江苏 已经得手科隆的雇储君宣布 收购扬州亚兴集团所持有的60.67%国家股 从而成为亚兴客车第一大股东 即使是在国有资本最为强势的石油领域 也出现了民营资本的是谁者 这年一家叫天发石油的民营企业 获得商务部颁发的全国成品油和原油进口牌照 成为唯一同时拥有两个牌照的民营石油企业 天发的创办人龚佳龙很早就涉足石油行业 他先是在海南和湖北等地倒卖石油 1988年左右 收购了两个石油液化器库 随后 成立了海南龙海石油液化器公司 荆州储运站 1996年天发石油在深交所上市 募集三亿元资金 当时天发石油拥有一座加油站和三个液化器站 接下来的几年 中石化与中石油强势崛起 垄断气息日农 民营业者空间建宅 公家龙再无作为 一直到2002年之后 随着油价的不断上升 石油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公众话题 每一次原油价格上升 或者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 都会引发大众媒体持续的关注和报道 舆论不断要求放开市场和打破石油垄断 精明的公家龙趁势而上 在争取到商务部的两张牌照后 他进一步大胆地提出了 筹建民营石油行业协会的建议 他试图仿效民生银行的成功先例 依靠全国工商联的背景 在石油领域打开一条通道 在他的四处游说下 全国工商联同意组建石油商会 共有50多家企业成为首批会员 共家龙则成为首任会长 他因此被称为民营石油第一人 有的媒体甚至给他贴上了 挑战垄断的石油斗士的标签 公家龙对外高调宣布 要成立一个石油产业基金 希望能够集聚百亿元资金 到海外寻找油园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公家龙宣称 由于没有油园 民营企业拥有的加油站 通常是从中石油 中石化手中以更高的价格买油 在油荒的时候 甚至根本就拿不到油 这使民营油企的生存倍加艰难 他说 我们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把中国将近4万多个分散的加油站 联合起来 从钢铁到铝业 从汽车到石化 民营企业在2003年发动的这场重型化运动 在很多年后仍然让人津津乐道 市场的车轮似乎正在碾向坚硬的垄断地带 在过去的30年里 中国民营资本力量 在1987年和1996年 先后有过两次突破所有制翻离的努力 而未能成功 那么2003年的这次重型化运动则是第三次 也是实力最为强大的集体冲锋 针对这一活跃景象 中国企业家杂志在年底的一篇评论中 不无感慨地写道 当民企的升级 和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正在适时对接 民营企业家精神和民营资本 一定注入中国的重工业忠实 人们不再怀疑 耕耘在重工业领域的民营企业 在未来数年内 将刷新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强阵营 这轮以市场化力量为主要发动机的新工业运动 降托胜出中国第一批 不是官员出身 不被政府任免 只以市场论功过的重工业巨头 这段评论在日后独来 恍若前世梦语 与发生在商业界的这场运动相呼应的是 经济思想界也正在进行着深刻的反思 当年那个因写作中国往何处去 而坐牢的红卫兵杨西光 如今已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杨小凯 他提出的后发烈士理论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他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 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 模仿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模仿制度 并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模式 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 所以可以在制度不够完善的条件下 通过对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 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 特别是模仿技术比较容易 模仿制度比较困难 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 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 杨小凯进而警告说 但是落后国家 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 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 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这种短期的成功 可能又是对后期者的诅咒 他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 将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 譬如政府垄断银行业 保险业 汽车制造业 电信业 并用模仿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 来代替制度改革 这是中国的后发劣势 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 并不是国有企业效率低 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 政府既当裁判 又当求援 在这种制度下 国有企业效率越高 越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 在解决方案方面 杨小凯并不主张立即就搞国有企业私有化 他认为 这个东西不能搞得太快 太早 我主张吸取台湾的经验 搞自由化 就是对私人企业不歧视 我们中国大陆现在包括银行 证券在内的30多个行业不准私人经营 还有20多个行业限制私人经营 这些都与WTO的原则不相符合 迟早要去掉的 所以只需搞自由化而不必搞私有化 台湾自由化搞得差不多了 才搞大企业的私有化 这是成功的 私有化涉及产权的大的变动 短期内一般会是效率下降 所以应该慎重 而且应该掌握时机 但是自由化是可以提早搞的 这里讲的自由化不是指自由价格 而是实行自动注册制 让私人经营所有行业 杨小凯的这些分析和主张 与吴敬脸11年前就已经提出的制度 大于技术的改革观念如出一辙 无非杨小凯的论调 在此时显出更紧要的迫切性 在对后发烈士进行反思的同时 还有人提出要警惕拉美化 在12月的2003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 一些经济学家和民营企业家讨论了这个话题 他们认为 在欢迎巨大外资的同时 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家应该有一丝悲哀 因为捆住了私人企业的手脚 才使得外资大规模进入 华裔经济学家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的观点 最为鲜明 他说 我们看中国经济主体的时候 发现真正主导中国经济主体的 不是中国的企业 中国对外资的依赖正在造成拉美化 由全国并购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产业地图 似乎印证了他的观点 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五名 都由外资公司控制 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的三资企业中 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一个叫张文中的民营企业家 在一篇题为 对拉美化说布的文章中写道 从巴西乃至整个拉美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出 通过引进外资 虽然可以获得短时间的经济繁荣 但无限制的 过度的开放 给国家发展带来的危害 却是根本的 长久的 事实上 我国的外资渗透程度已然十分严重 如再不警醒 恐难避免重蹈拉美化的覆辙 我国外资存量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已大大高于其他亚洲国家 甚至多出日本30多倍 我国的外来直接投资 FDI 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 已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之一 这些声音 既有对中国企业前景的理性思考 当然也掺杂了一些利益集团的诉求 他们十分清晰地呈现出这样的事实 在经历了20多年的蓬勃发展后 巨大利益包裹着的那层意识形态的外衣 已经悄然不见 三大资本集团 国有资本 跨国资本与民营资本之间的激烈博弈 已经成了中国公司成长最重要而显著的特征 就跟过去的那些年一样 互联网在中国经济中仍然是一个另类 这里没有管制 没有禁区 没有秩序 当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也是微不足道 不过在这年 他却以一种十分戏剧化的方式 引起了普通国人的热切关注 因为在这个领域中 突然冒出了一个年轻的中国首富 当上首富的 是前两年还有点异性阑珊的网易丁磊 这个自称 跌倒了也要抓一把沙子在手里 但宁波青年终于熬出了头 从2002年第二季度起 网易首次实现进盈利 网易股票开始领涨纳斯达克 2002年 网易成为纳斯达克3600多家上市公司中 表现最优异的股票 全球著名的财经通讯社彭博社评论说 其成长性可以称为纳斯达克第一股 2003年10月10日 网易股价升至每股70.27美元的历史高点 比年初股价攀升了617% 比2001年9月1日的历史低点 攀升了108倍 丁磊的纸面财富也超过了50亿元人民币 他成为第一个靠互联网做成 中国第一富豪的创业者 这个事实第一次让互联网的财富价值 以数字的方式被清晰而准确地呈现出来 这是一种与上一代财富 人物截然不同的创富方式 当时商业界最耀眼的明星企业家们 如柳传志 张瑞民等都已经创业将近20年 然而乱到财富积累 都无法与年轻的丁磊同日而喻 即使是具有红色资本背景的融质件 也用十余年的时间 才完成了这一财富聚集的过程 而丁磊从50万元初创网易 到攀上首富宝座 不过短短6年 很显然 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 他宣告年轻的互联网创业者们 成为名副其实的商业主流力量 财富积累的力气真的已经陡然转移 网易名列三大门户网站之一 不过要提及的是 它的盈利增长竟与门户没有一点关系 事实上 靠广告收入为盈利来源的门户网站 在2003年前后已经走向中衰 网易的成功正在于丁磊的率先反叛 他找到了两个新的业务 一是短信业务 二是网络游戏 短信业务靠的是通信垄断企业的施舍 随着手机的普及 移动短信业务突然爆炸 靠用户增加 就已经赚到手软的中国移动 和中国联通两大公司 尚无暇开发这个业务 于是网易就成了短信内容的重要提供商 根据当时的协议 用户通过网易发送一条收费为一元的短信 移动公司分走0.2元 网易可得0.8元 在2002年 中国移动发送的短信约为751条 其中 网易等服务商代理的短信比例约占到20% 显然 这是一块让人垂涎的大蛋糕 除此之外 丁磊还把重点放在网络游戏上 他推出了一款 大话西游的大型网络角色扮演游戏 他迅速为网易带来了滚滚裁员 丁磊大难不死 在儿历之年经历了一次职业上的大磨难 后来他在一所大学演讲时说道 在30岁之前 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赚到了两三个亿 而是有过一段亏掉了两三个亿的经历 以网易的咸鱼翻身为标志 互联网经济在经历了两年多的沉寂之后 又重回到了井喷的时代 新浪搜狐相继实现盈利 一些在日后将主宰中国网络经济的重要力量 也在这年雏形乍现 在电子商务领域 马云的阿里巴巴呈现出一期绝成的态势 年初的非典事件 让这家企业经历了一次奇异的考验 阿里巴巴一位参加广交会的女员工 被发现有感染非典的嫌疑 全公司500多名员工立刻被宣布居家隔离 公司的正常运作被全部打断 大家只能在家里上网工作 四年后 马云仍然心有余悸地认为 我觉得非典期间是我们最大的挑战 不过 出乎他意料的是 非典竟是中国电子商务猛然觉醒的转折点 由于正常的商务往来和会展交易被彻底打断 很多企业只能靠互联网来维持 联系和寻找商机 阿里巴巴的流量大增 上年 马云设想出了一个有偿服务的诚信通业务 推出之后一直没有起色 业务部门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一周也只能签回几单合同 非典之后 情况顿时大为改观 在亏损黑暗中苦苦摸索的阿里巴巴 突然看到了黑暗中的光明 在搜索隐情领域 全球霸主谷歌搜索 遭到一个中国天才青年的狙击 这年 一家叫百度的中国公司 在第三方评测中首次超越谷歌搜索 成为中国网民首选的搜索隐情 三年前 1968年出生的山西青年李彦宏 放弃博士学位 从硅谷回到北京中关村 创建百度 公司名称 源自南宋词人心气急的那句奇美的千古绝唱 众里寻他千百度 莫然回首 大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而百度的战略也绝对是中国式的 他不断推出富有特色的中文类别搜索服务 看上去像一棵从黄土地里长出来的苗木 相比较 高高在上的谷歌搜索 则更像是从美国移植过来的一个盆景 2001年10月 李彦宏推出了全新的搜索服务 搜索引擎 竞价排名 把盈利来源直接对准了广大中小企业 他们只要付出几百元的推广预付金 就能让自己的网页更容易被搜索到 这种介乎于点击广告与电子商务之间的服务 让百度一下子撞开了盈利的大门 跟丁磊、马云或李彦宏的创业故事相比 曾经是校园诗人的江南春则更有传奇色彩 1973年出生的江南春 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就跟人合伙办起了一家广告公司 这是一个经历极其旺盛 喜欢当推销员 又爱好写点分段抒情文字的年轻人 他平时只睡四个小时 每天穿梭在上海的各个写字楼里寻找客户 这年一月 他一脸倦怠地挤在一个写字楼的电梯厅里 啥等 身边是同样无聊而表情麻木的上班白领 就在这个时刻 灵感突然如天使一般从半空降下 击中江南春 他盯着两部电梯之间的白墙忽然想到 是不是可以在这里装一台播广告的电视机呢 5月分众传媒成立 江南春在两年时间里 把两万台电视播放器挂进了全国45个大中城市的电梯厅 而成熟的IT技术 让他解决了及时更新广告内容的难题 李彦宏 江南春和他的楼宇广告 互联网就是这样一个造就传奇的地方 这里好比是一个激情四射的大摇烈火之中 偶然必然美美天人交战 绝美陶瓷实时经验出世 企业史人物 大五集资 当孙大五已经成为千万富翁之后 有一次他带着一群客人在企业园区里参观 不远处一个衣衫朴素的八旬老人 很吃力地背着一个大逐罗在捡废旧物品 而在一间简易的平房里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稍找捡来的柴火 在一口大铁锅里做着农家饭 孙大五不动声色地介绍说 他们是我的爹和娘 文者君大惊失色 这是一个很另类的企业家 2003年 他因非法集资被捕引起舆论很大的讨论 视为轰动一时的孙大五事件 孙大五出生在河北省徐水县 一个普普通通的华北县城 在20世纪50年代末 这个小县城因首先在全国刮起 浮夸风而闻名一时 孙大五的家境极为贫寒 父母以捡破烂为生 他小时候上学买不起学习用品 父亲在毛策里捡来别人用过的策纸 裁下干净的边角做成练习布 供他席字 孙大五16岁参军 复原后做过县农行的人士鼓鼓掌 1985年开始 孙大五的妻子承包了老家村西北边的一片坟地 开始尝试养殖业 三年后他辞职下海 逐渐从养殖发展到开饲料厂 到2000年前后 大五农牧集团已经拥有16个厂和一所学校 其最辉煌时候年产职过一元 自由贫寒的孙大五对贫穷者有天然的感情 他是一个坚定的人民公社信仰者 大五集团与其说是一个企业 倒不如说是一个乌托邦的实验区 这里有工厂 公园 学校 医院 承载着1600名职工的全部生活 他将这种模式称为互为劳动 饲料可以养鸡 养猪 鸡粪 猪粪又可以制造沼气 沼气可以用来孵化 工人可以带动商店 饭店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医院 学校不但满足了工人和附近村民的需求 同时还创造了新的劳动空间 在大五医院里 职工和村民每月只用一元 就能享受和做医疗 做一次包括B超 咽血等在内的全套检查 只要十元钱 孙大五在大五集团的门口 添了一副字你的对联 安德纯风化淋雨 遍目人间共和年 他这样谈论自己的公司梦想 我有一个梦 就是建一个大五城 一座市外桃源 人们很祥和地生活在一起 这个愿望正在实现 从这些表述与实践中 可以非常生动地看到 当年人民公社的某种影子 身为千万富翁 孙大五自己却过着犬如主义者式的生活 他没有专车 住在矮小的平房内 甚至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 他的父母依旧靠剪破烂为生 他在日常生活中很抠门 人称孙大抠 孙大五 孙大五办企业 最头痛的事情是无处贷款 他尽管曾在银行工作过 但是求贷仍然很难 他后来透露说 好企业根本贷不出款来 怎么贷呢 大约要10%到15%的回扣 满脑子理想主义的孙大五 也曾经为了贷款弯过一次要 有一年 大五集团要投资1000亩的葡萄园 需要贷款600万 当时有人急劝孙大五走走后门 孙大五被说服了 给当地信用社的领导送去了1万元 但是 1万元没办成事 孙大五很气愤 非要将这1万元要回来 最后要回了6000元 从此之后 他与信用社彻底绝缘 为了自救 从1995年开始 孙大五从亲戚那里筹钱 由大五集团出具借据 承诺给予一定的利息 这种模式后来拷贝给了大五的员工 在大五1300名员工中 共有900余名员工把钱借给 或者说存给了大五集团 这些员工的亲戚又带来了1000家储户 然后户户相传 储户逐渐扩大到了附近的几个村庄 最终逐渐形成了4600户的规模 孙大五给这种融资模式起了个新名字 叫做金融互助社 有媒体记者描述互助社的运作情况是这样的 大五集团社有专门的业务人员 他们在附近的村庄销售大五公司的产品 同时身兼稀储任务 哪家有钱要存了 可以直接找到他们 当地政府因此质疑 这些人为大五集团设置了十余个稀储点 大五集团留给储户的凭证 是统一的借据 存款分为两类 活气的没有利息 定期的给予3.3%的年利息 不扣除利息税 这近乎当时存款基准利率的两倍 而且不论存钱多少 他们都接受 最多的一单存款达到了40余万元 最少的不到千元 在大五集团所在的老五庄 几乎家家都把钱存在大五集团 这些钱可以随时取出来 有的人家半夜生病急需用钱 都可以在半夜取得到 从1996年到2003年的8年中 储户和大五集团没有发生过信用纠纷 2003年5月27日 孙大五被捕 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一个需要交代的全国性背景是 2000年之后 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 一向被认为运营成本甚高 盈利性较差的乡镇市场被大面积的放弃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 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 承担着扶贫贷款和小额担保贷款等服务业务 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公共性 然而随着银行分离点的收缩 广大乡村成了金融的盲点 2002年3月 金华时报 在一篇题为《商业银行丢下穷包袱》的报道中透露 从1999年起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机构撤并工作 共撤并了3万多家网点和分支机构 退出渐发达地区 集中优势资源近战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 成为四大银行整合资源的一致行动 中央金融工委研究室研究员钱小安博士认为 四大银行车并机构的举措符合银行改革方向 符合效率原则 有利于金融服务的集中化 在孙大五被捕的2003年 全国非国有企业体系 包括乡镇企业 个体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短期贷款 只占银行全部贷款的14.4% 中小企业股票 公司债券发行等直接融资 只占全部直接融资的1.3% 全国300多万户私营企业 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仅占10% 融资渠道窄 贷款困难已严重制约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 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民间性的地下钱庄再度复活 孙大五事件正凸显出了现实的严酷与尴尬 关于民间融资的合法性争议 从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地下钱庄开始 就一直争论不休 到孙大五案仍然是众说纷纭 有律师认为 大五集团的集资没有非法占有 没有挥霍浪费 而是主要把钱用来建设了大五中学 造福相礼 而且这种借款行为 是限于与公司有相互信赖关系的工人和乡亲 具有特定的范围 而不是不特定的一般社会大众 因此 应该是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 清华大学的商法研究者石天涛教授则认定 孙大五的这种行为应该属于违法 因为不论是否造成什么危害 这都是不可以做的事情 老资格的经济学家毛于世 为孙大五案四处奔波 他将之称为没有受害人的非法集资 他撰文说 孙大五表面上违反了我国金融管制的规定 但实际上 非但没有使任何人受损 倒是有许多人得意 这样的社会行为如果算是犯罪 就要质疑制度本身是不是有修订的必要 在媒体的广泛报道下 孙大五案成为2003年度最轰动的商业事件之一 10月31日 联想集团的柳传志 看了中央电视台的专题节目后 以个人名义发去了一份带有慰问意味的传真 他写道希望你在这个时刻一定要稳住阵脚 不要因此乱了方寸 我在当年创业时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 但是都挺过来了 只要你保持你的这种奋斗精神 就一定能度过难关 作为一个具有公众影响力的商业领袖 柳传志做了他自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11月 在孙大五被羁押近半年后 徐水地方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罪名成立 判处孙大五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 释放当日中央电视台派记者前往跟踪采访 在家门口85岁的老娘 抱着49岁的儿子老泪纵横 孙大五笑颜安慰 转身有部下告知 入狱期间他收养的两个孤儿 因交不起学费差点被赶出校园 闻听着事 孙大五顿时眼圈一红 对着电视镜头掏直抹泪 对着电视镜头掏直转抹泪 对着电视镜头掏直转抹泪 对着电视镜头掏直转抹泪